哈嘍大家好,草皮疙瘩です 台版吉他上法國二期的活動 那究竟這個活動內容重點有哪些? 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是建造的資訊部分 總共可以建造的池子有三金一子 那扣掉貞德是這個活動可以兌換的以外 那剩下你可以見到的角色就是兩金一子 一個離序流、一個阿爾吉利亞、再加一個沃克蘭 那究竟他們的強度定位在哪裡? 我們來分析 我們來看一下離序流 離序流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一個旗艦buff 然後配上彈幕 再配上一個持強化的技能 他跟這個浪巴爾一樣 主炮底座加1 所以他總共也是兩個主炮底座 跟其他戰艦不一樣有三個 那他一樣他只有兩個 不過他有玉莊田 玉莊田的效果再加上一個不錯的主炮效率 其實兩個主炮底座打出來的傷害其實也不俗 所以整個法國的旗艦buff 將對於其他的陣營來說 他給的算是蠻全面的 有增傷、有減傷 然後有活力面的、有生存面的 所以他給的這個資源非常的全面 所以整個法國隊 因為他給的這個buff 可以獲得一定的能力的提升 所以整個法國隊只有黎蓄流 只有黎蓄流可以提升他們的能力 所以有沒有黎蓄流的這一套船 基本上就是奠定了你這個法國隊的一個強弱了 所以一定要有黎蓄流 他自己強還可以帶動整個法國隊變得更強 我們來說說為什麼黎蓄流這麼強勢 主要強勢原因是因為法國隊 基本上都是玉莊田比較多 以戰艦來說 那法國還有個三旗的科研香兵 他也是玉莊田 也是高火力輸出的一個角色 所以黎蓄流除了支撑牆以外 還可以帶動整個法國隊 在能力上獲得一定的提升 好前面有路易九是在生存面 火力上面都可以給予不錯的一個幫助 後面還有一些法國戰艦玉莊田 所以整個道中在輕雜魚在輸出的方面 非常的快 用過都知道用過就回不去了 輕的太快太好用 一場戰鬥不用30秒就結束了 所以這個法國隊是 未來你要針對這個大大世界 道中攻略的一個強力的手段 他們打得很快 而且坦度也很高 生存也很高 所以這隻角色是你一定要有的 一定要有的 法國隊一定要有黎蓄流 我們要看阿爾吉里亞 阿爾吉里亞的這個技能其實也蠻簡單的 他就是這個彈幕 不過這個彈幕是有10秒CD的 再來就是一個魚雷盾 他是擋魚雷的不是擋子彈的 而且還有對其他這個特殊的強化 比如說對驅逐界還有對戰艦的額外增傷 所以他算是一個彈幕、魚雷盾及增傷 對各個裝甲輸出都蠻平衡的一艘重巡 因為他的主砲125% 火力面也很高 配合這個離去流buff可以疊到非常高的一個傷害 那魚雷呢也可以打上我們這個中中甲的敵人 所以在輕甲、中甲他都有輸出的手段 在生存方面其實也是還可以 整體而言 他就是一個算是蠻平均的一艘重巡 輸出不是特別高 但是每個裝甲都可以打 那生存也不是特別高 但也不是低到哪裡去的一個精疲重巡 如果要跟這個路易94來比的話 可能還不如路易94 因為路易94畢竟是可可延傳 在有這個離去流的buff情況下 離去流的單體輸出可能會比這個阿爾吉亞還要高很多 那阿爾吉亞呢比較缺點的地方 就是他可能需要手動才能體會到他這一個強度 為什麼 因為他這個盾必須要用手動的時候呢 才會增加自己的迴避 速力才會發 那這個盾就是讓你手動嘛 如果你希望手動去帶出這個浪巴爾 還有這個離去流的主砲瞄準火力的話 或許他會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過大部分應該都是自律比較多啦 所以選這個路易94來自律 會是比較好的一個選擇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好處啦 他的這個Skin 泳裝Skin夠香 我覺得就是他的賣點之一啦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貞德 貞德的一技能呢 就是一個自強化的技能 可以提高自己的火力雷裝 對空什麼的 好再來二技能呢 就是前排保母的技能 可以保前排的 好一開始10秒會覆蓋 再來每20秒會覆蓋一次 那幫前排上盾上無敵 所以在未來高難海域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帶貞德來做保牌的使用 以前我們會帶舉高高 那現在我們會帶貞德 貞德在整個大世界作戰的時候 非常的好用 帶貞德之後呢 可以稍稍減緩這個 前排容易被融化的這個缺點 所以變成說 貞德在大世界高難海域的時候 上場率非常的高 不過呢它的輸出 由於自身的面板其實算是很低的 它的效率其實也不是頂高 那它在輸出方面 可能就沒有這麼亮陽的表現 它唯一能做的就是 幫助前排生存提高 僅止而已 不過這邊要對加說明的是 這個1技能呢 它自己進入一個點燃的狀態 這個是不能被這個滅火器所減免的 所以不要傻傻去帶滅火器 也是沒辦法去減免它點燃的 雖然說這個點燃傷害也不高啦 不過這個是一個自強化的一個技能 所以很容易重疊很容易覆蓋 所以是一個常駐的一個狀態 所以上滅火器是沒有用的 另外它也有泳裝的這個skin 喜歡的話我覺得也可以入手 好啦那剩下的角色 其實沒有太亮眼的一個表現 比較特殊的算是這個貝亞倫吧 它是正航 然後它又可以帶一些 附砲的一個機制 那它最大的不同點就是 它除了航空以外 它有這個火力跟雷裝 如果你在困難海域缺了這個火力 或雷裝的這個屬性的時候 你可能可以考慮帶這個貝亞倫出去 填充一下這個屬性 它跟我們這個航站的這個 三層是一樣的概念 除此之外 好像也在輸出方面 沒有說非常的厲害 那剩下這個沃克蘭的驅逐 就也還好 還有一個清巡 嗯 基本上就是來賣肉的吧 Skin出了很多有泳裝 後面還有一個這個 新年旗袍的Live 2D 有喜歡的話再帶回家吧 好再來說一下打撈的部分 首先D1有這個凱旋炮 D3有所謂的阿爾炮 好那我們先來說一下阿爾炮 阿爾炮 過敏實際就是給阿爾吉利亞裝的專武 因為它在CD時間剛好可以符合它的技能 這個是我們做阿爾炮的一個暱稱 不過阿爾炮對上我們這個傳統的這個科研炮 看起來好像DPS輸我們這個傳統的科研炮一丟丟 不過它在整個散步的這個方式啊面積啊 其實在命中率上面 其實相對於這個傳統科研炮來的大的許多 所以命中率好的話 那有效傷害當然自然也會比較高 所以極小的這個DPS殺具 基本上可以忽略 我們要求的是更好的這個命中率 好所以這個阿爾炮 如果給這個路易九是用的話 可以獲得更大的一個發揮 所以這也可以說是另外一個真路易炮的一個形式 那未來整個大世界需要用重巡的比例也很高 那打青甲王打青甲怪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選這個阿爾炮來做一個輸出的裝備 不過這個只能在D3打撈 而且打撈的難度其實蠻多 友好需要相當的多 雖然說這個活動裡面有送一把 不過可以打撈多一把的話 你在未來這個重巡的選擇上面可以更多元 好所以推薦有客玩家盡量去多撈一門 好可以增加你這個大世界的一個籌碼 再來這個凱旋炮呢 這個凱旋炮其實在後期 以日版來說其實不是一個非常頂尖的驅逐炮 好因為這個版本來的實在很快 後面有一些新的科研砲 比如科研三期的這個114 還有新的這個Meta研發裡面的這個128 都是還蠻不錯可以用的一個驅逐炮 所以凱旋炮現在不是最為強勢的一門主砲 不過你是無課玩家 或者是你沒有兩門以上這個凱旋炮玩家 不過還是建議你去打撈這個凱旋炮 比較好 一個油耗少難度比較低 然後凱旋炮其實也沒有那麼不堪用 還是很好用還是很泛用 只是說無課玩家沒有太多資源去打撈D3 那不如重點去打撈這個凱旋炮 不過後面這個凱旋炮也可以在一起去做打撈 未來有復刻或是進入檔案的時候 可以再去做重點打撈也不遲 好就推薦給你們去做參考 好啦以上是這次法國活動的重點整理 其實大致上聽下來這個重點就是離序流 不管怎麼樣一定要離序流 法國隊一定要離序流 未來的大世界這個離序流也是很好用 也是非常萬人到中使用的一個角色 非常的強勢 千萬一定要造出來 其他人沒有沒關係 一定要離序流啊 好啦以上是這一集的重點 那我是小朋友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